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意外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Abbey, Missouri 由英國知名劇作家拍過《殺手沒有假期》 還有《瘋狗綁票令》的 Martin McDonough 指導編劇 Francis McDowell, Woody Harrison, Sam Rockwell 以及《權力遊戲》中的小惡魔 Peter Dinkelet 主演 這是一部很棒的電影 好到令人無體投地的劇本 雖然是一部黑色喜劇 但是整個劇情非常的有深度 有高度、有啟發性、很不簡單的故事 故事敘述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小鎮上面 一位媽媽在自家門前租下了三塊 沒有什麼人會經過的廣告牌 控訴當地的警長 無法偵破自己女兒一年前的命案 可是這個警長是個大好人 這個媽媽必須要面對所有回擊到她身上的輿論 所以這個小鎮上就因為這起事件而產生了很大的衝突 從三塊廣告牌的紛爭開始 拉出了不同的三個角色他們的人生際遇 這部電影好的地方也在於它沒有那麼的簡單 會需要在看的時候多一些智慧、多一些思考 腦補一下這個故事在說什麼 比如說從角色來看 看起來是簡單的好人對上壞人 媽媽是受害者所以她是好人 警察破不了案所以他們應該是壞人 但是很快的你就會感到整件事情是不太對勁的 好人做的事情不是每一件都讓人那麼的開心 壞人也沒有那麼壞 編劇很厲害的讓你看到每一個人都有無助弱小的一面 我們自然的就會發現他們每一個人都不是一個那麼刻板的人物 這部電影的主線劇情是追求正義 但追求正義的做法過了那條界線之後 一定要警惕自己是不是早就背離了正義 所以除了那個想要討回公道的母親之外 這部電影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代表著正義的警察了 Francis McDormand 飾演的媽媽 還有Sam Rockwell 飾演的警察 這兩個角色的先入歷程都非常的精彩 當然還是比較多的時間花在主角米爾瑞斯身上 他的每一場戲幾乎都是他所招惹出來的後果 每一件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都是他挑起的然後反饋回來 他也知道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他知道這是他必須承受的 而且他也甘之如也 有的時候這個世界不會給你一個道理 或者跟你解釋為什麼 但是這部可憐這部難受 在這部電影當中這會讓你成長 意外是馬丁麥多娜招牌的黑色情劇 裡面充滿了暴力在這部電影 他在過去的電影還有劇本當中 對暴力的處理通常都是會讓人省思的 暴力為什麼會出現在我們的生活還有社會當中 像是意外裡面當主角使用暴力的時候 往往是在宣洩自己的無力感 導演會讓你看到可憐的那一面 也會讓你看到可惡的那一面 同時這部電影也是相當幽默好笑的 嗆聲的台詞真的是寫得絕妙又令人爽快 節奏還蠻快的 劇情很大量一直在走 人物之間的關係非常的重要 幾乎都要看一陣子你才能搞懂 每個人物之間有一點點複雜的關係 Woodie Harrison 最近的角色都讓人非常的喜歡 像是去年星球崛起第三集裡面的那個反派角色 這部電影他的戲分不多 但是很關鍵也很搶眼 Sam Rockwell 一直是我從以前就很喜歡的一個演員 大家可能比較知道的是他演過那個 《鋼鐵人》第二集裡面的那個軍火商 Justin Hammer 但是不能忘記他也演過《綠色奇蹟》裡面的比利小子 在意外中他飾演媽寶警察Dixon 這個角色真的是不容易 心露歷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他又把這個人物不偏不剖地詮釋出來 我們只有看到這個人物的真實面貌 而不是只是給我們一個印象 而且電影後半段他的表現真的是讓人很驚豔 曾經以柯恩兄弟的冰血豹 獲得過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Francis Mundome 角色相當的飽滿 整個電影在他的帶領之下 一直維持在一股揪心撕扯的情緒 還有低氣壓當中 沒有辦法面對的傷痛 沒有人可以了解的心事 真的他是把一場復仇演的絲絲入口 我覺得電影看下來 這個復仇不是對某個人的 比較像是對著自己的 在一個絕望然後反映這個世界的黑色喜劇當中 導演還是給了相當多的希望光芒 其實這部電影看到後面的時候 我一直很好奇他要怎麼做ending 這麼厲害的劇本演到最後 他一定要有一個很響亮的收尾才對 沒錯他辦到了 而且用很短的幾句台詞 他就很成功的把這個電影收了 這絕對是一個可以拿來當教科書的劇本 我覺得超級厲害的 有很多這種電影 他很像是一刀割開你的傷口 然後讓你看見那個傷疤之後 可以去慢慢的療癒它 但是意外這部電影很像是一刀割下去之後 挖開你的傷口 還會把你縫合起來的一部電影 我雖然在看完的當下 沒有那麼的被這部電影所滿足 就覺得他離滿分還差了一點點 但其實越去回想他劇情中的每一個細節 你就會越佩服這部電影 劇名叫做意外 而劇情就是一連串的意外組合在一起 但我覺得這個劇名的翻譯 還是可以再更到位一些 雖然沒有出現什麼意外追氣令 或者是即刻意外之類的 但好像就翻成意外 還是有點可惜 意外是一部我會超級推薦給大家去看的電影 目前片商只是用限量上映的方法試水紋 希望接下來會有更多的場次 然後可以有更多的人去欣賞 這部電影我給你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大家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北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大搜封 大搜封